平平无奇的水果摊主静鸟变钢琴师 还在地产大亨面前预言方式崩盘 当预言来临时 信任和钱财 他究竟会怎么选择 上次别墅的事情 太感谢叶先生了 您的一句话 可是让我免受了上亿的损失 唐仲威很是惊讶地看向丈夫 叶峰便把之前的事情粗略讲了一下 虽然不清楚丈夫为什么能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 但唐仲威还是为之感到骄傲 爸爸好厉害 诺诺在一旁拍着马屁 叶峰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小丫头像猫咪一样眯着眼睛 露出享受的神情 叶先生一家人的温馨 真是令人向往 我两个儿子现在都是到处乱跑 想跟他们说句话都难 孩子大了 都是要离开的 我不走 我要永远陪着爸爸妈妈 诺诺喊着 一桌人都笑了起来 闭妹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唐仲威有些尴尬地回答道 我在菜市场卖水果 葛清泉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神情 之前他就听唐明海说过 这两口子生活并不是很富裕 唐仲威听的有些向往 并不是单纯因为每个月能赚十万八万的 而是如果爸妈知道他们俩都去了万顺地产工作 也许关系能缓和一些 然而叶峰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卖水果挺好的 比较自由 倒是葛总想贷款干项目 想必不是小数字吧 也不多 大概几百亿的项目吧 葛清泉一脸得意地说着 潜水湾那边 我打算开发一个高档小区 然后顺带附近 搞两个中低端的衬托一下 提完这两天就下来了 叶先生如果想要房子 回头我给你们留一套好的 潜水湾是市里的一处游乐圣地 客流量颇高 那里的地块一向价值高昂 没有一定的实力是很难干出来的 而葛清泉一直不喜欢贷款干项目 但这次市里刚好三块地同时挂牌 价格比想象中低了很多 这让他动心了 叶峰犹豫了吓道 葛总 我劝你最好不要做这个项目 葛清泉不解地问 叶先生为什么这样说 旁边的企划部总监道 是啊 这次的项目可以说万众瞩目 我们公司能拿下那三块地 可是费了不少的周折 如今批文都坏下来了 怎么可能不做呢 叶峰看着葛清泉 很诚恳地道 直觉告诉我 房地产项目在国内热度实在太高了 恐怕用不了多久 国家随时就会发政策限制房地产发展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在很多科技领域都被国外围困吧 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技为主 而国内不管什么行业 现在都在做房地产 短时间看起来好像赚了很多钱 实际上对长期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都想赚快钱 就没人愿意投资未来了 葛清泉哑然失笑 叶先生多虑了吧 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房价一天比一天高 国人买房的热情高涨 今年的贷款资金比去年高了最少30% 估计明年还会更高 怎么可能会出政策限制呢 真要限制的话 很多房企会死人的 叶峰摇摇头道 和国家发展相比 企业的生死无足轻重 正因为房地产现在是支柱产业 才更需要提前刹车 迫使资金转向 反正话已经说到这里 可能对 也可能不对 葛总就当听着笑话就好 不必太在意 作为重生者的他知道 就在这两年 国家的政策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对房地产进行一年比一年严格的限制 葛清泉觉得房企太重要 国家不可能随随便便出台反向政策 因为那样会让很多人失业 让很多富豪破产 可他根本不明白 当国家的战略目标转向时 不管是谁 都必须跟着走 从葛清泉的表情来看 应该也没往心里去 这时候 诺诺忽然拉着叶峰的手道 爸爸 你会弹钢琴吗 小丫头可能是看出气氛不好 想转移一下话题 叶峰笑着点头道 会一点 怎么 你想听吗 嗯 诺诺用力点头 好 那我去给你弹一首 叶峰说着 就站起身来 唐仲威连忙拉住他 有些慌张的低声道 你疯了吗 你什么时候学过钢琴啊 这里这么多人 别上去出丑 叶峰笑呵呵地拍了拍他 安心坐着 一会不要太景仰 说完 他离开了座位 叶先生这是要去弹钢琴 唐仲威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闷闷地道 他根本不会 就是去瞎玩的 也不怕人笑话 葛总 一会您千万别介意 他这个人 有时候做事就是稀里糊涂的 葛清泉呕了一声 并没有太在意 就算叶峰不会弹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着孩子面吹牛吗 大多数做父亲的都会这样 然而下一秒 清脆的琴剑声响起 唐仲威愕然地转头看去 只见叶峰的手指仿佛会跳舞一般 在琴剑上不断跳动着 他的动作没有所谓的 钢琴大师一样前后晃动 看似无法融入自己的情绪 但仅凭优秀的技巧 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曾经浪迹欢场多年的叶峰 最擅长的事情有很多 如果说种类的话 那么但凡和辽妹能沾边的 他都会 闭妹你不是说他不会弹琴吗 这弹得可以啊 何止是可以 餐厅里的时刻都在向这边看 还有很多人拿起手机拍摄 当最后一个音节落下 餐厅里依然回荡着那慷慨激昂的调子 诺诺小脸激动地通红 喊着 爸爸好厉害 葛清泉满脸赞叹道 叶先生这钢琴实在弹得厉害 我当初给儿子请的老师 也没弹得这么好 可不是 看得我都傻了 这简直就是钢琴大师啊 那边还有几个美女网池看呢 叶先生这魅力真是满得要溢出来了 唐仲威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果然见隔壁桌子几个漂亮的女孩 都在往这边看 从他们的眼神来看 显然是对叶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让唐仲威颇为吃醋 心里下意识觉得不舒服 这时候 叶峰拍了拍他 低声道 别想太多 唐仲威抬起头 看着他清澈的目光 心逐渐放了回去 他微微一笑 点头道 你弹得真好 什么时候学的 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跟你说 唐仲威没有继续追问 丈夫什么时候学会弹琴的 一点也不重要 爸爸好棒 我也要学钢琴 叶峰摸着小丫头的脑袋 笑着道 行 等我们换了房子 就给你买家钢琴 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众人对叶峰的态度 变得更加热切 他们开始明白 为什么老总会对一个菜市场 卖水果的这么看重 吃完了饭 葛清泉仍然极力邀请叶峰 去家里做做 不了 我们准备去买几身衣服 下次有机会再去打扰 葛清泉也没抢求 目送一家三口离去 然后想到叶峰之前提醒过的事情 犹豫了吓道 你觉得他刚才说 关于房地产政策的事情 有没有这种可能 企划部总监想了下 摇头道 我承认叶先生非一般人可比 但关于房地产的事情 他显然是个外行 现在房地产行业这么火爆 可以说是国家支柱型企业 在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不可能出台什么政策进行限制 这等于掐断自己的经济动脉啊 葛清泉没有说话 他回头看向餐厅 准确地说 是看向那家钢琴 唐仲威信誓旦旦地说 丈夫不会弹琴 结果下一秒 叶峰的钢琴声 就响彻了整个餐厅 当初的别墅也是 所有人都在恭喜他喜提豪宅 只有叶峰劝他不要买 这个人总是那么地出乎意料 反其道而行之 却又每每证实他是对的 这一次 他会是对的吗 葛清泉犹豫了一会 便下定了决心 他看向企划部总监 表情略显严肃 通知法务部和资管部 把那三块地卖出去 我们不做了 两个部门总监都满脸惊愕 不做了 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拍来的 虽然说卖出去也不会亏 可自己做 利润显然比卖地要多得多 葛总 您可得想清楚啊 别因为叶先生几句话就 不用说了 就这样决定 去办吧 葛清泉语气很是坚定 两个总监面面相去 都不明白葛清泉 怎么突然就像发疯一样 要撤项目了 那三块地 他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到手吧 按照之前的估算 如果项目做起来 少说也能赚上百亿 甚至更多 但葛清泉主意已定 不会再更改 两人没办法 只好硬生离开 而葛清泉则面露一丝犹豫 然后拿起手机 拨出去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来自他的前妻 葛清泉的发达 和他有着难以磨灭的关联 当年他只是个农村来的穷小子 全靠前妻的家族力量影响 这才得以发家致富 可惜的是 后来前妻觉得他太土了 就选择了离婚 找了另一个男人 哪位 是我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 然后才出声 有什么事 帮我个忙 葛清泉直截了当地道 你爸当年在改委的影响力 应该还在 帮我问一问 是不是准备出台 限制房地产的政策了 电话再次沉默 葛清泉知道 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他为难 有些人脉 是不能随便用的 毕竟他爸已经退休了 人情用一次少一次 葛清泉明白这个道理 再次开口道 如果让你实在为难就算了 电话里传出了女声 下午给你答复 但这是最后一次 说吧 电话就被挂断了